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有很多新房到处在盖 所以这些房子大概明年年初的时候 就可以全部上市来卖 所以明年正是新屋之年 所以很有意思 所以就告诉你说 这些说实在的 为什么是新屋之年呢 为什么 因为这些房地产开发商 他们都有一个预测 所以他们预测都很准 都是走在我们的前面 所以他们说可以起来 一定起来 所以我相信明年 我们刚刚走出去 所以你说到最高点 因为有的地方 我刚刚讲过 这抗震最厉害的 抗亚 抗跌 抗跌的最厉害的地方 其实他们都超过最高点了 现在还在往上走 所以剩下的就会带上来 这样子 所以Eventory大概是在20 他们说大概2015年 2016年 会回到最高点 就是曾经掉下去的 再回来 明年可能是一个持续的 就平的一年 持平 好 Frank 有很多人很关心房地产市场 对 他们就是按照 刚才您报告的这些城市 看到有一些房子 都已经达到了过去的 什么上涨了10 20个percent等等 对 可是他们说这个都是 single family home 看到town home 还有condo medium 并没有真正的起飞 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还是要看地区 一定要看地区 因为有的时候 你就算像Palo Alto 我很多客人就说 Frank 我想买到Palo 买一个2-barron condo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 这些朋友呢 他们希望就说 买一个最低的价钱 住在一个最好的区 对 这个就是为什么 还是看地点 还是看地点 刚刚我提过 那个157 这个纽约 你看都是一万 他们是其实一万块钱 到一万三千块 一个平方尺 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据 像他们买的人 是从哪里来 很有意思 逐一啊 逐一 那我想中国人 绝对不会缺席了 对 那我跟过去访问Frank 的这种感觉里面 苏联人也很强 对 苏联人 现在还有加拿大 本来就有个加拿大 对吧 再加个巴西 巴西 就是因为它是矿产的主人 所以这些有钱 从世界各地来 都来买 所以可以看 美国这个房内产 不怕贵 只要你东西好 不怕贵 很有意思 都是有人来买的 哎 我倒是奇怪了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最近几年很多中国富豪 一个飞机 一个飞机的到美国 来买富豪 买不动产 他们看准的 一定不可能 只有房子而已吧 对 除了房子这个不动产以外 他们还喜欢 什么样的 real estate呢 OK 这方面呢 可能分两个大块 一个是公司想找什么 企业想找什么 个人想找什么 很有意思 你要分 像公司企业的话 他们很可能找的是 尤其是企业方面 他们就所谓的incubator incubator就是 孵化区 孵化中心 孵化中心是一个 是一个 未来的趋势 因为美国的孵化中心 这是未来的趋势 必要的趋势 必要的趋势 就是incubator 企业之所爱 对 这个企业 私人公司呢 他们说 我想找一个大楼 因为最主要就是说 现在在国内 在中国国内 你怎么认为 你的企业很厉害 比别人厉害 很牛 你有一个大厦 在Apple旁边 或有个大厦 在这个Google旁边 所以代表你一个什么 代表你一个身份 代表你一个实力 实力很重要 实力 所以他们这些大楼 他们现在开始找这个大楼 为什么硅谷现在 这个是 他们这个Cordor 从这个 从Redwood City 一直到这个San Jose 这个整个101 是这个高科技的走廊 是高科技的这个 真的呀 我们不是文化走廊 我们是高科技的Cordor 所以这样 这样盖 所以房价一直在涨 那个商业楼盘一直在涨 所以他们买了商业楼盘以后 他们下次要买什么东西 很有意思 他们那个企业 这大企业就 我要开始收购什么东西 收购 shopping center 收购 outlet 要开始看outlet了 这个都是一个趋势 那客人呢 我买一个500万一个豪宅 甚至买一个1000万一个豪宅 那我要买什么东西 能够证明我的这个身份 对吧 可能就是酒庄 酒庄 对 winery winery 就像Napa那样子 这么多葡萄树的这一个酒庄 他们要买这个 Napa为什么有名 很有意思 很快的我讲 1976年的时候 5月24号 有一个英国酒商 很有意思 他想是说 我这来看看这个全世界酒哪里最好 所以他们叫一个blind taste OK 很有意思 结果呢 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法国的酒 没有那个Napa酒 Napa的红酒跟白酒 都是第一名 夏日泡红 对 娱有容焉 Napa其实这个酒庄很有意思 并不赚钱 可是你要知道怎么去运用 我就看到过说 听过了 国内有一个是红酒协会的 那个 他们就是 红酒协会 他们叫 Membership OK 会所 会所 那他就在这边买一个酒庄 然后呢 就是把这边变成一个VIP 就一条龙作业 所以这也是个大趋势 诶 这个有sense 对 如果要想去看看酒庄 也不容易吧 因为那边的非富即贵吧 会不会 价码都很高 从200万到2500万都有 200万也有 从Napa一直到那个Livermore County都有 很多 很舒服 给我个电话 就可以了 对 408-313-2688 打个电话就可以释迹 但是也要透过Frank这样子的 Penetration 才可以预约的到 对 因为最主要酒庄这个东西 就是说 它很多东西不是在市场上卖 对 而且你要知道说 这个酒酒庄呢 它有分好几个 有分 那个酒的品质 然后整个配套是怎么样 一块地是一块地 那一块地是上面送葡萄 那葡萄上面有个房子 那房子上面呢 又可以酿酒的 那酿酒的又有Tasting Room 那Tasting Room呢 然后又有有名的Tasting Room 这个就要个大配套 那个就不一样了 Gallup One 大概在2007年吧 是1.1 billion卖掉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企业 所以很多人就说 他为什么要买酒庄 不赚钱 他是比方说 他跟人家不一样 像许卡古Title 那个老板 Title Company的老板 Title Company的老板 你说他房子 他是卖房子的 Title TITLE的 但他全世界有7个酒庄 全世界有7个酒庄 并不赚钱 但是他觉得他说 嗯 他的身份跟他不一样 对他要拥有酒庄 才fulfill了他人生的这个梦想 OK 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些内容 实在是让我们毛赛顿开 好像是这个眼界也打开了 也不一样了 在房地产方面的任何的投资 我想都要找一个 并不是说within the box 而是要outside of the box 有这种国际观的人 那么这位就是Frank Liu 408-313-2688 今天的节目结束了 非常感谢Frank 谢谢你 谢谢 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